东京奥运会马龙战胜了小将樊振东 未免了乒乓球男子单打的奥运冠军 这次也许是马龙职业生涯中最后一届奥运会了 这场华丽的未免让马龙再次分神 地主家的傻儿子 小奶龙 宠妻狂魔 这些都是马龙的粉丝给他起的外号 本条视频我们就来讲讲关于龙队的实践小事 一 安山体校的教练白晓东曾带马龙训练了三年 他爆料 马龙一直都是个有韧性的运动员 他那个时候只要是被打将组了 说什么第二周也要打上去 这次输给的对手下次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赢回来 二 马龙在日本有个绰号叫帝国的破坏龙 也是因此衍生出了六边形战士的称呼 赛场上霸气的帝国破坏龙私底下却是个乖乖仔 和张继科许星两个皮孩总被刘国梁骂不通 马龙在刘国梁这里简直受到了春风般的温暖 李约窒息一吻还上了热搜 三 马龙目前职业生涯的战绩 是我国拼弹当之无愧的友谊传奇了 他的获奖记录被网友戏称看不到底 戎马19年 马龙拿下过25个世界冠军 完成了超级双圈大满贯 四 马龙的采访特别有梗 一次采访记者问马龙 如果有女粉丝跟你说 哥哥我可以你怎么办 马龙先是问了一下什么是我可以 在知道具体意思后 马龙调皮的回答 妹妹我不可以 五 优秀的龙队有不少迷妹 不过粉丝们可不要想太多 人家早就娶妻生子了 马龙的老婆还是个大美人 之前这位姑娘还曾经被网爆过 时间向前推到旅游奥运会 赢得比赛的马龙当场比了个星 当时不少人都好奇这颗星是比给谁的 是不是在向女友示爱 后来呢 有网友扒出了当时和马龙相恋八年的女友下路 这姑娘十分漂亮 和马龙看上去也很般配 但随即就有网友扒出了它所谓的黑历史 所谓的黑历史大体就是说 这姑娘并不是表面看起来这么干净 今年的8月1日 马龙妻子下路发长文成青 如今呢 马龙和下路也是过得很幸福 2017年两个人的儿子诞生了 六 马龙地主家的傻儿子的外号的由来 也是因为李游奥运会时的一次采访 刘国梁带着马龙张继科许心 孔令辉带着丁宁 李小夏刘诗文 男队女队分别坐一边 两队的状态也很有意思 男队这边的教练刘国梁满脸笑意 三位男运动员却一脸憨憨像 女队那边的孔令辉一脸严肃 各位女运动员却笑得很开心 马龙张继科许心 在这场采访过后呢 就被网友们戏称为地主家的傻儿子 七 之前国拼全员喜剧人的话题 引起了各位网友的热议 国拼队在北京奥运会时拍摄了一条视频 又被网友们挖了出来 安山小马 鼠年发扬龙马精神 龙队奶身奶气的安山小马 让不少球迷都被闷到了 在场上的霸王龙私底下 曾经也这么乖过 八 日本队的石川佳淳是马龙的小迷妹 每次一提到马龙啊 石川佳淳就显得非常兴奋 他曾表示 马龙不但非常帅 而且很绅士 在扶元爱还没退役的时候 石川佳淳就很喜欢马龙了 甚至还一度麻烦扶元爱搭线 请马龙和自己合影 九 马龙用的球是红双喜的一个品牌狂标 他亲切地称自己的球牌为小狂标 怕他冷 马龙还会给球牌盖被子 球牌表现不好时会让他罚战 觉得自己过分了还会道歉 十 马龙在一种绰号里 最喜欢地主家的傻儿子 原因尽是 因为这个听起来像是富二代 关注老义父 带你了解更多奥运冠军的小故事